各位如果大家还记得啊 几个月之前 好几个月了吧大概 可能是去年 我都有点记不清了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用XGP版本的GTSA的重制版本 做过一期节目啊 因为当时呢 这个GTSA三部曲的重制版本 评价不太好 体验比较糟糕 我又记得啊 以X Series X之机能 玩这个画面也不怎么着的 GTSA的重制版呢 还有明显的掉针 甚至在操作上 好像都还有一点延迟 就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那期节目啊 也回顾了 看了一看Metacritic上面 大家的评分如何 为什么这个分数如此之糟糕 的确啊 整体的反应 不算是特别的好 可是呢 你看啊 人有时候就不长记性啊 这段时间 因为NS版本的GTSA三部曲呢 数字版打折 打得比较凶 基本上是五折 又让我有那么一点春清萌动啊 因为我一直想要在掌机上面 去体验GTSA系列 我就觉得 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更新了之后 是不是效果好了一些呢 我也观察了一下 好像的确评价有所回暖 所以啊 我抱着忐忑的心情 还是咬牙 把这个三部曲 NS版本买将下来 那这两天也玩了一玩 主要是在玩GTVC 发现情况啊 的确是有所好转 所以呢 觉得 好像玩玩这个NS版啊 也不错 那口说无凭啊 实际怎么样啊 当然我一直用掌机模式玩嘛 所以我们呢 也来看看啊 我录制了一段 然后呢 也跟大家聊聊啊 边玩边录了一段 给大家看看 现在啊 掌机版的 NS版本的 不能说NS是掌机啊 得要说NS这台 第九世代的主机 在掌机模式之下 玩GTA三部曲的重制版 是什么效果啊 真的吗 拗口啊 大家来看 OK 我们现在来 现在就来实际看看啊 三部曲在NS上面的表现如何 因为我现在呢 主要在玩VC 所以我们就用罪恶都市啊 来看看效果 实际上三部曲的重制 因为是使用了同样的引擎 所以整体效果也都差不多 那 首先一个问题是啊 在这读盘挺慢啊 读盘的时候 首次进 不是首次啊 就是进入游戏时候 读盘是比较慢 但因为用掌机模式 大家平时都在休息 都是休眠嘛 所以问题不大 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 还是想看掌机模式下的效果 所以我们用掌机模式来看看整体的感觉 首先啊 大部分的游戏在OLED的这个屏幕之上呢 效果都不错 但是VC这个游戏啊 三部曲都有这个特点 就在OLED上面显得这个色彩啊 过于浓重 当然你可以调低对比度啊 什么的 可是调了之后又觉得颜色很飘 总之就是调来调去 也不能调的让我特别满意 就是现在这个感觉 基本上我已经调了 有那么有那么一会儿时间之后 觉得这个是最可接受的效果 所以色彩方面啊 感觉有点怪 当然像G713这个比较英冷的色调 或者像SC那个色调都还可以 都没有这个问题大 只有在VC上面 这个显得问题比较明显 但是也可接受 不是大问题 游戏是有中文的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剧情 我之前就一直都能 都想着如果能在掌机上 玩到GTA系列该多好 所以iOS版本我也买了 但是iOS版本呢 因为你没事 你要接个手柄啊 什么也很烦 所以也没怎么玩 总是不如专业的游戏设备 来的方便啊 大家看到帧数 基本上还是相当的稳定的 没有问题 可是呢 这个有时候时不时的 它会卡那么一下下 可能是在读取数据中的 这么一个问题吧 偶尔会卡那么一下 如果说我是把游戏放在 SD卡之上呢 就是TF卡之上啊 你还可以让卡带背锅 但是呢 我直接是游戏是存在 主机的内置存储里的 所以这个大概 就是这么一个小问题吧 但问题不大 整体上是相当的流畅的 游戏号称啊 是把它系统 更新成了GTA5的操作系统 然而实际上 这是在吹牛 进入HD世代之后 我们知道 它的掩体系统啊 射击手感啊 各方面都很好 而这个显然并没有达到 那么舒服的手感 但是比之原版的手感啊 倒也是有明显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不错的卖点吧 对于没玩过的玩家 大概可以来体验一下 没有问题 买个防战衣 OK 大家看到啊 这个高光的效果啊 还是整个驾驶的过程呢 整体还是流畅的 确实是整体还是相当的流畅的 这个比之前要好了很多 当然我们一开始 我记得一开始我做过一些节目 用S 用Series X 来玩S1比较卡 我们再来看看三代的效果啊 可是呢 要知道啊 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之上 你的预期是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效果 放在Series X之上 或者PS5之上 你就会觉得很糟糕 然后有些掉针 你就会觉得完全不能接受 你恨不得就流畅到死的4K60 是吧 但是当它出现在NS上的时候呢 你会降低你的标准 你会觉得挺不错呀 挺好的呢啊 哎呦 在掌机上能玩到这样的画面 复复合球啊 哎 不是说3吗 怎么进到SA了 可不是为了让大家看这个画面啊 那SA我是不打算玩 因为它要买就是三部曲 要打折也 确实是价格并不高 合到每一个游戏 因为打折200出头港币嘛 合到每个游戏只有几十元钱 所以就买 但我并不打算把SA认争玩了 因为当年SA我玩了太久 太多次了 我甚至无聊到啊 就是开飞机到一个城市降下来 然后开车再回到这个城市 再开飞机过去啊 就是为了体验那个飞机起降啊 飞来飞去 然后又打飞滴到拉斯维加斯 什么 反正是玩的 这是帮派站什么的 所以SA我玩的太多了 而且SA有RPG要素 如果真正认真玩啊 要发掘的东西相当的多 我估计100个小时都没问题 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玩啊 所以就算了 OK啊 跟SA同样呢 流畅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帧数稳如狗啊 相当的OK的流畅度 你看他的这个色彩 他的这个色彩效果 还剪刀把枪 他的这个色彩效果啊 就比VC要舒服多了 VC那个色彩就很不舒服 这个色彩就舒服的多了 我们到Groove Street 好 OK啊 对吧 他的这个色彩啊 要舒服一些 虽然好像也还是有点过于厚重啊 Big Smoke 我们再来看看最开始的三代的运行的效果 我其实因为当时在Series 那个不是SA进入的XGP 然后还做过一期节目玩了一下吗 我印象不太好 然后评价一局也都很差 所以我就觉得就算了 可是前段时间呢 我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 就发现啊 原来在Switch之上啊 现在GTA的系列的效果 帧数各方面完全可接受了 于是呢 我就有点种草 然后这两天又看到 他疯狂的打折嘛 折扣力度也很大 五折 那就是五折 等于是原价468港币 现在234 这五折 我是觉得 哎呦 这种草 种得有点厉害啊 就是决定啊 买来玩玩吧 哈 这个原版的 在16比9之下呢 就会感觉有点这个怪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重置吧 把这个怪怪的感觉 给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OK OK 三代也同样很流畅啊 自由城还是挺舒服的 三代这个比较阴冷的画面 我觉得是色彩最舒服了 就不会显得那么浓厚的 要死的感觉 OK啊 所以三代 一样也很舒服 手感也不错 叫你拉个手 马上GTA60 回到最后都市了 大期待啊 开玩笑啊 OK啊 整体来说 大家也看到了 在这个GTA三部曲 在Switch的掌机模式之下 我觉得是 整体体验是完全可接受的 像重温三部曲的朋友 可以考虑考虑啊 但是主机模式 我没有试 我也不觉得 要用主机模式玩 如果用主机模式玩 坦白的说 那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 又何必把时间 花在这个上面 就是掌机模式里面 重温一下 旧梦重温 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是吧 旧梦重温 怎么能少得了躺着玩呢 所以我觉得 这感觉是最好的 OK啊 整体效果 大家也都看到了 接下来 我再来聊聊 我的一些想法 路易基的姑娘 不知道 路易基 你也干这个事情啊 OK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觉得整体上是可接受的 是满意的 坦白的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不同平台上玩的时候 你的标准和预期 会有所不同 当你在一个 这个顶配的PC上玩 和你在主机上玩 和你在Switch这台 第九世代的主机 我还得再说一下 免得大家就说 因为我老说NS是掌机 大家老喷我啊 所以我们就强调 第九世代的主机啊 朋友们 在这台主机上玩的时候呢 可能又跟那种 高性能主机上玩 你的要求又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GTA三部曲 在Switch上玩的时候啊 配合OLED的屏幕 我觉得是OK的 虽然色泽有点过于浓艳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OK啊 稳定度也可以 手感也不错 又有中文 那重温一下 当年的旧梦啊 也不失为一种快乐 虽然无数的经验 告诉我们 重温旧梦 就是破坏旧梦 但有的时候 冤梦重温呢 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也不错 反正总之 我感觉是不错啊 那具体感 大家觉得值不值 好不好 我也不做评论 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反正具体游玩的情况 大家也都看到了 做这么一期节目 给大家做一做参考 OK吧 那国庆长假啊 也是不知不觉结束了 匆匆啊 匆匆啊 时光总在指缝中溜走啊 不知不觉啊 又要开始上班了 大家要百倍之精神啊 调整一下状态 我呢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还是正常做节目 可是我马上啊 这期节目大家看到的时候 我应该正在收拾行囊 干什么呢 要回南京去一下 回南京去一下 是因为米勒也大了 各种什么道了 我准备在这个月吧 差不多就要搬回南京了 所以先回去整理一下啊 弄一弄啊 开始折腾起来 嗯 接下来又要忙了 其实我在无锡待着啊 相当的舒服 我欢迎大家来无锡转转 我觉得无锡是一个好地方 经济也很好 人也少啊 也生活也很方便啊 又有太湖可以看一看 当然南京有南京的好 每一个城市 都有每一个城市的好 但是在无锡待惯了 突然要回去 好像还是颇有一些不舍啊 仔细想想算上高中 在宜兴上了两年学 在无锡待了这几年 我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的岁月 就挥洒在了无锡这块土地之上 是吧 真是啊 有的时候不是敬相情窃啊 回南京一点没有什么情窃 倒是离开无锡 有些不舍啊 有些这个畅畅 好吧 那该说的也说完了 接下来广告时间 淘宝店啊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呢 风简游人 淘宝啊 这两天摆了我一道 因为我在淘宝上出了一个二手笔记本 是自用的笔记本 我做这个资金回荣之用 出了一下 结果他把我算成什么类 什么我的商店类目被变成 什么二手笔记本来把我的保证金 一下要调好高 弄得我要死要活啊 哦 他不提了不提了 反正这个痛定思痛 痛喝如灾啊 太折腾人了 但是不影响咱们淘宝正常销售啊 各种这个有趣的收费节目 游戏类的 非游戏类的 风简游人呢 大家挑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买来听 总之 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